味道就不一樣 對 就空 對 就空 這我們吃的叫天龍寶 天龍寶鹽素食館 所以也讓我體驗全程吃素食味道 也是一種驚豔的錯話 後面這是誰知道嗎? 唐三丈 這一個就是他的第76代的弟子 就這一個 我說來這邊剛好可以 男生女生 女生 好 這個叫大雁堂 然後我們到大雄寶殿 然後我跟他的導遊說 後來就大概比較熟 其實我比較不跟團員 那後來 他說好 那就一起 他說好 這在哪裡知道嗎? 在西安 這個就是在洪福市 然後在那邊哭 然後他們又有全程 又有在錄影 然後怎麼會這樣 他就怎麼會這麼破舊 所以他們也發閱 那個有善款之後 要來捐獻 來做修善的部分 他就一直在哭一聲 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會這樣 我真的喔 等一下我有一些影片 大家可以看 那這洪福市 唐三藏第一次 來 回到長安城 易經的地方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 他說怎麼會差這麼多 都沒了 你看洪福禪市 就在這邊 然後他們在那邊 又在禮佛 我就出來先跟他們 稍微拍照 我們回到長安城 這就是回民一條街 這回民一條街 然後我們吃這個餐廳 叫做長安城 吃素食的餃子館 那剛剛有的 剛剛有的 那就是對聯 就八百勤穿十萬克 千年古都獨一樓 這一個有沒有看到 八百終身 然後這個就是他們 跟鼓樓 你看還做階梯 但是這個鼓 是拍照用的 不是最大的鼓 然後他們就只有拍完照 他們就解散了 對對來來來 我說 我說這邊就可以了啦 沒有這個 這個才是最大的那個 它有那個欄杆的有沒有 那因為它有階梯 我說這裡面拍照會比較好 也都還算還蠻配的 那這個是中樓的部分 就是大雁塔慈恩寺 好 那這下我們又坐高鐵 要去哪裡 洛陽河南 河南 你看行李這樣子 你如果坐一般的火車 你行李在放哪裡 對啊 你就沒辦法放 哇 那我就拜託那個工作人員 我們就看到 西安的火車站 高鐵站那個 我跟你講 多大啊 真的是 哇 台灣高鐵我真的是 汗顏啊 真的是汗顏 你看有西安北 然後呢 北京上海 寶基在山西 福州 大支北 這 我們坐高鐵 我們坐到一等車廂 所以位置空間比較好 免費提供這些 你看 哇 這果然是深等有差 位置是這樣子的 好 好 好 我們到了洛陽 好 那車子就來接我們 行李就自己來 好 謝謝謝謝 我們真的平安順利的 這樣子 來看到沒有 行李箱放不下 行李箱在這裡 看到沒有 這裡 我說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們之後 如果這樣不夠 換一輛大車 安全的部分 結果他們在吃飯 我就沒吃 我去調一輛大車 他們一直說謝謝 其實他們說 哎呦 這個是考驗我們 所以沒關係 我說不行 走道是要暢通 安全 不可以大車 你對謝謝謝謝 這樣子 好 那就吃 吃一口飯 剛好我沒吃 我幫他拍 我趕快再聯絡事情 然後做動作 你看全都是黃沙滾滾 然後他們房子的部分 但他們硬體設施 真的是沒話說 硬體設施 我也覺得真的是 好佩服 好佩服 好 大的洛陽 洛陽 早期洛陽 叫做玉州 是中國唯一 被命名神都的部分 那 這邊看到 如果有連結的部分 看一下 不要跑掉 OK好 那龍門石窟 有沒有看到 這龍門石窟的光網 比如說 最有特色 裡面一個石窟 唐朝女皇是誰 吳哲天 吳哲天 來看到這一個 吳哲天 冰陽北斗 冰陽北斗 據魏書世老劇中記 冰陽北斗 據魏書世老劇中記載 冰陽北斗 是公元508至512年 中醫劉騰 為世宗 復造石窟 繁為三所中的一所 也就是說 冰陽北斗 是主持冰陽洞工程的 北魏宦官劉騰 為世宗宣武帝 做功德補鑿的洞窟 現在所看到的北斗 主題造像 應是完工於唐禎關末年 至永徽初年 即公元649至651年前後的洞窟 你看從發展開始 從500多年 一直到600多年 那這個好不容易去找到 這全都是官方裡面的內容 然後把它抓到了 然後你們可以看到 哇我覺得真的是 算是比較 你要了解更多 真的比較不容易 然後這邊你可以看到 有一個是 好多好多好多的一些的內容 然後可以看一下 蓮花洞 佛西洞 芳窟 惡西洞 唐治洞 膠折 鳳鞋 大德 看一下 喔 黃岩士洞 古靈洞 我找一個最大的 我找一個最大的 我們這邊還有拍照 不然那次要爬個階梯才上得去 最大的好像也是舞者 是的 對沒錯沒錯 就是龍門石窟 它的比較有特色 因為它的中間進去 這邊一個叫龍門橋 然後這個是它的 你看一下它的那個光芳 很多人都沒有去了解 他們現在做的很精緻很細的內容在裡面 而且還有做的很小的佛刊 自在裡面 奉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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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千次元明大魯舍那相刊 是龍門石窟 開刀規模最大的磨牙相刊 也是全國石窟中 唯一劈開山崖 一牙雕鑿的大型群雕 整個佛刊造像布局為 一佛二弟子二菩薩 二天王二立士 即九尊雕像 相刊 南北寬約三十六米 東西近身四十點七零米 主尊如舍那佛 前山附座於八角束腰 別色式蓮花座上 通高十七點一四米 頭高四米 幾耳朵就長1.9米 奉千次大魯舍那相刊 為唐高宗時期所使戒 因皇后武则天 尤偉崇尚佛教 在賢亨三年即公元六百七十二年 武则天為該寺 捐助紙增前兩萬館 三年後奉千次竣工 唐高宗上元二年出席 失職奉千次竣工之日 武则天清帥文武朝臣 佳領龍門參加主佛 盧舍那的開光儀式 傳說盧舍那大佛是武则天的化身 依照武则天本人的相貌塑造的 按佛經上講 盧舍那以為光明變照 是三生佛中的爆身佛 在佛教造像中 各地四院和石窟都不乏盧舍佛景象 然而從藝術典型創造的角度去審視 任何一處的盧舍那造像 都沒有龍門石窟奉千次的盧舍那更美 更趨於理性化 連其座一側的大盧舍那相看記也描述到 所以來看一下實際上 我們在這邊所看到的 那個導遊的介紹給你看一下 武则天為方俄廣一面相 卻有些彷彿 而盧舍那的原意為 佛光靜脈光 是明樂佛轉世 所以他信奉的主要一個就是明樂佛 他自稱明樂佛轉世 那孝舍那為了巴結武则天 但是還沒有修建完整 武则天因併的主要 所以整個沒有完工 就算就這樣 磨牙三佛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主要的這個呢 其實它非常像 異形上套式的一個跡象 因為我們佛家中 應該是沒有這樣的一個手勢 非常代表什麼 像不像 沒有啊 這安卓有這樣 但是他說的手和他的腳 應該沒有這樣的坐姿 沒有 他的手和坐姿 其實它是暗函 中國佛教師 所以說是 陸文師父 童嘉網3 inspires 我講這個 Statement 我所理解的是 無�'t 那 tonnes 旁邊的這些呢,你看一下啊 那阿藤的兩個實際是在往兩邊呢 實際上它的 黃帝的表位飛子 而後這樣的一個感設 那它呢,後衝的那是 最寵物的黃色 預計完全沒有進行洗手 也沒有回覆 大家看到之後就可以往前走 好,然後我們就 一個一個這樣子前進 不然這個是 整個太多了 好,這個是整個北魏泰五帝 第一次滅佛 北宗五帝,第二次滅佛 這你就可以去找 我把資料資料再給大家 唐武宗,這個最辛苦 滅佛 因為它發生是人家一直給他洗腦 這邊,你看一下唐朝耶 不是很興盛嗎 在唐武宗,元德元年 618年 在會參元年 841年,會參二年 唐武宗正式下招 送過所有的寺院財產 在會參三年 843年 下沙門令 會參四年,八百四年 整肅拆所有的寺廟 佛堂,樂令珍儒 要全部黃俗 會參五年,845年 樂令都成長安留佛世所 若陽兩所屈中 嘆嘆嘆 所以地滅佛的部分 可是在唐朝一開始 在整個建國開始 唐高祖禮曰,奉道教為國教 後來中間不是又發現 他們喜歡禮佛嗎 後來有人就跟他講 唐武宗禮言登基 佛教勢力非常強大 全國寺廟有多少座 在西安城有五千多座 小型寺廟呢 四萬耶 有四萬多座耶 真理有三十多萬人 所謂寺院的,還有奴隸有四五萬人 全國寺院葬有兩年 有十萬,形成龐大的寺院經濟 十分天下財 佛有七八 那很開始有人跟他洗腦 哎呀那個佛公好,我們最早 還是從那個道教 所以就開始就破壞 所以會叉面福音中 全國共有四千六百座的佛寺院被毀 相關建國佛有破壞四萬多 全都喀喀 還俗有二十六萬多 沒收之後就沒有了 所以很多能夠保留 算是已經不容易 所以佛教誕生於長安 又回於西安的部分